大小都会跟上面一样 这个技巧的话我想各位一定要先把它这个学会 不然的话将来Y708看起来表单就丑丑的 OK那第一个的话我已经把这上面这几个先分别放上去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自行把这个上面的名称呢 分别改成叫什么借款利息 然后呢借款年利率等等这些 自己再把它打上去 我就不再输入了 接下来我要在它的右边的地方放三个什么呢 三个Test Box那一样的方法 我建议各位这样拖拉过来 那位置你自己在斟左 可以宽一点可以窄一点 那你第一个先主控的先大小拖出来之后的话 然后你可以按Ctrl键往下 那我一般我都是一次到位 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你拉了准的话一次就好了 不用再调了 OK那再来的话这边有两个 两个那个Label 那这边的话呢再两个Label 那Label的话也是一样先拖一个出来 然后呢再按下Ctrl键往下拖拉 歪掉对不对没有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上面的以上面为准 所以这边需要你要由上往下 上面就主控的 按右键 对齐呢 靠左 OK 那大小的话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调整到完全一样 好那这边有两个 再来有五个 五个Label 分别是在这边一个 那这个大小的话 看一下 大小 这个会宽一点 所以大概拉个两个字左右的宽度就可以 然后呢再也是一样 再把它往下 按Ctrl键 把它稍微拖拉一下 OK好这有五个 然后呢字也稍微把它改一下 那最后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Command Button Command Button上面的话也是一样 一个拖拉一个 然后按Ctrl键 再把它往下 那上面的名称的话呢 也再自己把它改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 Caption Caption显示的话 就是分别是 这叫开始计算 OK 然后这个叫重新输入 重新输入 OK 然后其他的话 我想各位 把这个名称稍微制定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着把这个画面呢 这个表单的画面做出来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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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